水痘案例 20年12月2号的中午11点多 我接到我家大宝的电话 说他皮肤过敏 学校要求我去接他回来 回家后 我立马制作姜粉泥涂抹 按推投进步及换处原始痛点 并用点吹风反复处理了几次 当时处理完已经好很多了 因为离上学时间还比较早 就让孩子去温敷睡一会儿 大概睡了一个小时后醒来 发现更惨了 全身都是红点 而且有些小点有水泡的样子 后来我才反应过来 应该不是皮肤过敏 是长水痘了 当天下午就请假没去学校了 我运用上原始点的所有内外热源 即按推全身塌处与患处 从12月2号下午开始 给我家大宝处理 12月3号上午是水痘最高峰爆发期 水泡全部发出来所有的症状 如痒 发烧 口臭 无力 脸部微肿 没食欲等 生活在一个原始点家庭里的孩子 一直以来他都挺配合 所有的症状都在能预测的时间里 快速解除和恢复 12月3号下午开始缓和下来 12月4号请假一天 又遇上周末 也就多休息两天 12月7号 孩子就正常去学校上学了 四天半下来 几乎也看不出来有长水痘的痕迹 大宝长完水痘几天后 发现二娃也陆陆续续长水痘 有了上次处理经验 再加上二娃不是很严重 我两天就处理好二娃的水痘 帮两娃处理好水痘后 我也开始陆陆续续有了一些症状 其实自己也没有想到 42岁的年龄也会长水痘 刚开始的几天 身体也确实出现了一些反应 起初是有点腰酸背痛 有点乏力 我以为是快要感冒了 我叫爱人帮我按推并热敷 全身出透汗水 很快这些疲惫乏力症状就好了 接下来的一两天 我的脸有点肿 后背也陆续长出几粒红红的痘点 期间也有和姜汤记按推 因为症状不是很明显 也不知道自己会长水痘 直到2020年的12月19号 身体出现的红点就越来越多时 才很确定自己是长水痘了 在确定我自己也传染了水痘后 因为已经有了给两娃处理好的经验 我自己就更加的井然有序了 准备好电热红豆袋 做好长时间温敷的准备 准备好30克的干浆 加10克红参一起煮 因为水痘破后有液体出来 所以用的是干浆粉直接搓 在万事俱备后 就准备好迎接痛苦的到来 所有的按推及热源的辅助 就是为了让水痘早些长完 破水最后结痂 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一些症状 如非常痒、口臭、口苦、口干、乏力、发烧、微肿等 但因为准备充分 我几乎做到24小时温敷 完全做到温热饮食 每天都坚持拉筋运动 按推及时 所以病痛的时间并不是很长 水痘从爆发期进入修复期 用了一个白天时间解决 过后开始慢慢结痂 进入表皮的恢复 到12月22号第4天 所有症状消失 我重新回到正常的生活轨道了 2020年12月19号晚上11点 2020年12月20号下午1点 2020年12月21日 2020年12月22日